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今天是2024年的7月13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遞的时间 拉人哥这里有点感冒 所以声音就有点沙 而且这两天应该都会减产 让我感冒好才再增加产量 今天的重点一定是拍胃心买了多少 大家看到的标题 是不是拍胃心可以一Q清呢? 根据香港的经纪报料 都未够8点 已经卖了180磊 现在只剩18磊就给大家选择了 差不多可以一Q清,一定是九成以上 这次拍胃心买了百多磊 我都猜错了 我想原因是很多人不怕死 明知成哥将会开盘也冲进去 另外,他们知不知道拍胃心总数有1300磊? 现在卖了10% 另外,那80%又如何卖呢? 还有,旁边的Miami Q1 大家知不知道买了多少? 卖了88磊 究竟他还有千多磊 这个Miami Q1 究竟他如何卖呢? 这三个盘 我相信未来一定来过大运战 现在香港那边就未卖完的 或者我们这条影片做完之后 看看香港那边有没有新消息 有新消息 我们在影片后再更新给大家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现象 就算在现在的市场 也有很多时候有些豪宅成交到出来 譬如五千万、七千万成交到出来 但大家也不要忘记 这些豪客或者叫内地人 很多时候,两三年后 好玩之后,又是输几千万走 即是这些恒常的地露就永恒不变 一会儿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现象 好了,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的 请帮手订阅 就已经赞了一个分享给朋友 有时间的话,请帮手看完这些广告 多谢大家的支持 由新世界发展和远东发展合作的 启德跑道区一个新盘 派位新第一期 今天是13号 就剪了首轮的销售 当中价单发售总共198伙 入场费最低是386万 在一个一房户 项目暂时收到5150票 以首轮这个简单发售计 就是认购超压了25倍 也是启德跑道区 首轮超压最高的一个项目 好了,截到香港时间 下午7点46分 消息传出已沽出180伙 如果180伙可以沽出 即是剩下18伙代售 如果消息熟实 泡位新都卖得不错 卖得9成以上 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 卖得这么好 会不会真是楼市建底呢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回想 我们不要说去年了 去年都太远了 切辣之后 切辣之后 有几个楼盘 一开始都一块清 大家想想 有哪几个 就是这个 他们说青山道 其实就是石杰尾的 就是石杰尾的 Gray Fair Place 这个就是这个 恒地 第一次一块清 第二次 开始卖得一半 第三次卖不到 那这个炮位新 会不会又是同一个状况 我相信也是 好了,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回到康城站 康城站 12A期 当时的名字 叫做 Season Place 又是一块清 对吧 接着 惠德峰又继续成胜追击 就开始卖12B期 就改名叫做 Path Season 开始又是买一半 接着又是卖得17% 第三次 接着就两个发展商都不买了 就是恒基和惠德峰都 那次新世界 会不会又是走回同一个旧路呢 我相信很大机会 而且走得更加惨 为什么说走得更加惨 因为你想想 Balgray Fair Place 和Path Season 有没有其他的盘在后面追击他 没有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这个启德项目 有没有其他盘 有两个大盘 第一个大盘 就是接着成哥的盘 成哥的盘 很多人都说 人家的赤价 都要卖15,000 一定卖15,000以上 坦白说 赤价回来15,000 就不是一定要卖15,000 因为成哥有一封 就是6,300 拉云来说 他卖12,000 也有一赚 就算他卖15,000 他也是赚的 这间厂实 现在都尽量了 就算是一个 在大奴铁项目 去过东莞的项目 7,000多亩 其实很厉害 他都照达一本出来买 厂实 为何在砌价都卖一本呢 他的原则是什么 投地越来越便宜 当然是把贵货 我收回成本 也好 或者是蚀也好 先收回肚子的本 我再投回契德地 我更加便宜 所以厂实的策略 就是货源轮转 其实他的做法是对的 尤其是在下跌市 所以下跌市 其实每个发展商都卖不到的时候 厂实卖得很好 在抛道区还有什么盘呢 就是匯德峰的 Miami Q1 和Miami Q2 两期间 差不多是1400货 1400货 他们只卖88 还有1300多货 怎么办呢 又是减价了 这次匯德峰 看见这个新世界 減到17000多货 可以卖到 其实匯德峰 这个匯德峰 卖不到 匯德峰很奇怪 相差一千元 是不是这么卖不到呢 其实这个就是 相差一千元 卖不到就卖不到 那匯德峰会怎么办呢 我减价比你这个炮维森 我16000货 是吗 匯德峰16000货 其实他也是要输的 真的 他一旦去的地头 是要13000多货 你想想 16000货 建筑成本也不够 但没办法 都是要学回长实的策略 一定要套现回来 我再去的契德地 我还有数 因为匯德峰比长实更有弹性 因为长实都没有插出 他一定说 长实一定要插出出来 我这个什么盘 还有多少 我怎么销售 我怎么买 但是不是 现在匯德峰是正在买的 他知道 有什么新价单出来 下星期就可以买的了 我相信匯德峰的反应很快 要是下星期 要是后星期 他已经可以有留盘 减价出来买 大家拭目以待 那你们想想 现在长实又说扔出来 匯德峰又说扔出来 炮卫森怎么买呢 炮卫森 新世界一定是成性追击的 今次买了九成多 他有两个做法 要不就原价加推 要不就加价加推 要不就加价加推 我相信他不会减价加推 即是他觉得 万七亿有成折 所以他一定是用这两个方法 但你原价加推好 和加价加推好 我目的是 我们根据 latigrate waste 和 past season 的走势 你最多只买一半 第三次卷就卖不了 炮卫森这里就还未卖完了 等它卖完之后 我就会开一条独立片 那先讲说这次炮卫森 为什么会卖到 未必一整块清了 都可能减乎多少 为什么会卖到九成多 其他的买家 尤其是妹妹的反应 其实这次的妹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 因为她们没提 很多东西都不提 我发觉现在发展新的妹妹 越来越专业 开始被人问得多 尤其是她们每天都拿出去说 她们应该说得多 学习了,什么都不提 所以我也要看看妹妹的表现 下一条片 看看一会儿我说完 因为还有一些二手成交 我要说完之后,看看结尾的时候 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好了,看看二手成交 既然说到契德 我就找了契德的本身盘 就是农与,一个低层三房单位 原业主砍价了672万,才获承接 这个账面输了620万 这个成交单位就是 1A座低层A室 上面值834尺 是一个三房套间价 原业主去年11月 是以2300万放盘 一路都卖不到 去到上个月6月 就减到1650万 也是卖不到 最后要减到1628万才沽出 累计减幅已经是670万 我们看看实际是多少 原业主在2019年12月 是以2240万买入这个单位 持货五年 账面输了620万 它的赤价大约是19500万 理论上二手应该高 一手应该高 因为它是现楼 你留下来说 你又要等 所以应该是现楼 其实Miami Q1 也是现楼 其实他18000万也卖不到 但你留下17000万 所以我觉得会得风调是 下星期或后星期 一定会减价出来的 最近我们经常看 那些豪宅 五千万 七千万的大陆佬 都是这样卖的 但很多时候 两三年之后 就大幅虚药 买回出来 或者破产 今天又有同一个案子 这个大陆佬 游城炮备 有内地客 以5800万 沽出了屯门 满名山羊房 一手业主的持货四年 输了1500万 成交单位 屯门宿管窟 满名山山亭 一栋单号羊房 实用面积 2857尺 在一个四房四套 连工作间和车房 还有 1437尺的花园 再加 957尺的天台 在上月中 以5800万 逆手 只跌至2万元 新买家的名字 英文拼音 就是普通话拼音 所以估计是内地 背景人士 这个内地客 在2020年 以7,390万 就向发质商 一手买入 账源面 现在输了 1592万 或者是22% 而这个成家 也是这个屋院 是陆德所蝕让的 最高的金额纪录 上述这个单位 发展商 在2019年 曾经以8600万 一手估出 但这个买家 最后 太大定离场 发展商 才将这个单位 以73992万 买给大陆人 好了 到片缘了 价值180 价值18 价值18 或者暂时未更新 看看 遲几个小时 会不会有更新 那我就再做一条新片 跟大家分析 这个拍位心 为什么今次 买得100元 几货 再看看其他 众生相 今天的声音 就差了一点 就是30 不要紧 我都会休息一下 减产 不过 有些重要的新闻 我都会和大家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包含 多谢大家 收听和收看 拜拜 拜拜 2 2 3 4 7 4 8 5